我们顿入临江和吉安两市交界的群山 导演小心翼翼地开着车 公路的下方就是悬崖 一条玉带般的江水 从脚下的山谷中蜿蜒流过 我们沿着中朝界河险峻的公路逆流而上 一直向东北方向的长白山进发 那里是鸭绿江的源头 就在长白山主峰南坡 海拔两千米左右的台原带上 一股清泉从台原间涌动而出 刚一出生就形成一道小小的瀑布 徘徊着顺着山势往下 不久就跌入了鸭绿江大峡谷 由此一路奔流在中国的东北屋脊 长白山或山群的沟谷之间 鸭绿江 从字眼上看总会让人联想起春江碧水 在江面上工作了二十年的船长 五六遍 多的可能是十几遍 四班游船 船上的人不多 有的是平常可能是来一次两次 有的会来四五次 或是五六次带朋友来 因为他自己来 因为他自己来感觉非常好 他每次来都是带一个新鸣 原野早年在黑龙江盘当兵 复原后又来到航运公司做起了船员 无论在哪儿都有水相伴 这让原野十分珍惜眼下的工作 随着鸭绿江江江段旅游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民营公司参与其中 这也逐渐缩短了游船在江面上的行驶距离 原野告诉我们 原来他们的船可以从鸭绿江大桥 开到老虎哨 全程七十公里 现在只能行驶二十公里 到军校港口就得返程 没有游客做的它自然收入率就少了 我们跟经纪吧 工资也是效益工资 我们这个行业反思怎么说呢 平常五一十一或八一份 暑期这件事情游客比较多 平常人不是很多 就是人少的时候也感觉 也很失落 就是既然旅游这么好 为什么不来呢 就不坐你的船呢 来就坐我船了 鸭绿麻布擦着船的卫生 把船卫生打算好 就是下平和我后来 心情会好一些 自己心情也会好一些 跟船有感情啊 这个就像自己的孩子 虽然是正下的工具嘛 也算是战士的枪 尽管如此 行船15年 原野所在单位 从客运中心下属的小小航运站 转变为交通局所属的航运公司 这几年又归属了吉安旅游集团 这都要归功于鸭绿江旅游的名头越来越像 原野说 没有鸭绿江就不会有航运 没有航运 也就没有了今天的生活 期间难免会有些不如意 但原野和船员们 却一直特守着 靠水吃水的生存法则 山雾渐散 河道清晰 在游人们的欢声笑语中 又一班游船 要出发了 成员老师是我们在原野的游船上认识的 家住在离吉安港码头三公里的地方 虽然每天都能看到鸭绿江 但他隔一段时间就要坐一回游船 成老师把鸭绿江比喻成母亲河 船行驶在水面上 他能闻得到大江的味道 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我听说你小时候就是在江边长大的 这么多年也没离开过这条江是吧 那您能不能简单给我讲讲 您小时候发生的事 我们家那块呢 就是三三两两 这么几户人家的地方 门前一条河 紧挨着鸭绿江 就紧通鸭绿江 刘不远就会鸭绿江了 那时候孩子呢 没有伙伴可自己在一块玩 自己一个人呢 到江边的沙台上 去挖沙了 看有水流涌过来呢 挖一条小沟把水引过来 引过来在别上坝 看什么时候把坝冲倒 完了当地有的人说 哎呀这是你家要出个水利专家呀 就跟那大河挖具饮水 这个玩乐的时候呢 就在河边沙台上躺着睡一觉 身上造脏了 那时候身上有沙了 就跳到河里扎个猛的 洗一洗 那时候江边呢 有一些小鱼儿 小孩呢 也能抓到小鱼儿偶尔来 下了船 成员老师邀请我们去他的老家转转 一个距离吉安市38公里 名叫营水的小村子 这块是营水 这个就是营水一队 我表弟呢在这住 就是过去我姑姑家 我表弟呢是个很纯粗的农民 一味的重地 人也挺害羞的 成远的表弟徐贵宝 一直没有离开过营水村 见到表哥 脑海中一下子就浮现出 儿时打鱼的场景 这个前面咱们看到大坝蚝 那时候要水一长点 江的鱼就顺着个顶上来了 我特别记忆 就是你爸抓一个 在这个大坝蚝里 大金色六吧咱们说 图话说 抓一个几十亿的鱼鱼 咱们都来看 那鱼那时候 红链上伤了 咱们通红了 这些鹤蚝 钓不着就搞鱼啊 去铜鱼 哎 鱼局那么厚 你现在那种感觉 长不着了 再有句我说那种马口鱼 顺着江水顶上来 一群 他看见之后就前后翘 鱼就蹦到岸上了 这个是扇车网 这扇车网 如今 老徐弄了一个鱼塘 他把鸭绿江的水 引到了塘子里 养起了冷水鱼 现在买一个鱼了 你这身上多省金 对 也不差那两圈 你觉得今天能不能打着鱼塘 能打着 这么大网 怎么打着 还拿着鱼塘 老哥俩路过的这条河 是鸭绿江的支流 也是小时候 所有快乐的所在 抱多少鱼里 放大要600个斤鱼米 两种鱼 费劲不啊 到头了 好了 咱俩吃一下 天气闷热 但等待的过程是开心的 看着水面上出现 越来越多的泡泡 兄弟俩 信心满满 两个小时后 老哥俩坐不住了 水面上依旧满是泡泡 但竟然没有鱼撞到网上 一旦是有一点 来的时候下往 希望扶着几条大鱼 徐贵宝说 住在鸭绿江边 是渔民的福气 野生鲤鱼 鲜鱼 草鱼 在江里特别常见 多年前 他们在江里 曾打到一条 11公斤的鲜鱼 近年来 由于人为烂捕 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鱼类的种群和数量 都在减少 这也是让他 特别痛心的 赶上天好的时候 老徐把抓来的小鱼 都晒成了鱼干 虽然没有捕到鱼 稍下遗憾 但在今天的餐桌上 炸鱼干这道菜 让成员品尝到了 儿时的味道 小鱼你车停一下 我看前面这个地方 有点像一个古人生活的椅子 咱们下去看一看 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老师你说的就是江边的位置吗 江边前面那块 二级台地上 老师你看 他就古时候 他这个环境很适合人类居住吗 古时候人类吧 和现在是一样的 他居住里总找一个 沃峰向阳的地方 土质好的地方 离水的地方 特别是有水 人和水 人生活和水是离不开的 虽然天有点阴 但跟随程老师探秘的 尽头挺高 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样的宝贝 在等着我们 程老师说 在新石器时代 鸭路江边就有人类居住 那个时候 人们就已经会用石头 制作简单的工具了 仔细一点 今天我看有点像 我今天我也准备找一个 看能不能找着一个 远古时候的石器 那就看运气了 鸭路江流域 虽然有一些石器时代的远古痕迹 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 踏查范围里 痕迹几乎都被灌木和荒草掩盖 程老师说 在大珠仙沟和东村等地 都曾发现原始社会 人们生活的痕迹 那里曾出土过 大量陶片和各种石器 程老师 你看我这个像不像 这是不是撞击过的 还是 这个对劲的 这个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是一件石器 这个打磨痕迹很严重 这个很明显 你看这块是椭圆性的 普通的石头不会这样干去 那您分析它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应该是石稿 应该是处地用的 或者刨坑用的 多数还是单稿的使用 你看这么刨起来 一个坑很得劲嘛 新石器时代 距今有几千年的光景了 能碰到一块 类似石器的物件 实属不易 为了让我们有更细致的了解 程老师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 考古学界考证呢 意味呢 是一个是用手拿的 这样用的 一个是呢 用木棍横的绑起来 用素皮 这么勒紧的 这么刨的 斜的用 这个石器的东西呢 也是分地区 有的地区呢 淘汰的早一点 有的地区呢 这个生产力落后呢 就淘汰的晚一些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 金属器的出现 就逐渐把它淘汰了 在程老师的讲述中 我们与鸭路教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安市 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与朝鲜隔江相望 素有塞外小江南之称 丰富的物产 为这里得天独厚的美食 提供了最好的食材 来些的客人吧 都得先看个鸭路浆 看个鸭路浆 看个鸭路浆完了之后呢 想吃吃鸭路浆鱼 我们介绍一下 做鸭路浆鱼 特别地道的地方 我们到二嫂家的时间 是上午九点半 没到饭口 可二嫂家里 已经非常热门 自己感到自己挺自豪 这么大学生 六十八岁还能 一天接待 最多的都是上一两千 二嫂饭庄的门俩不起眼儿 却已经在鸭路浆边开了二十年 铁锅炖鸭路浆鲤鱼 黑鸭路浆鱼 你看这个鱼水 像皮球一样 这个渡的 这个鱼翅 这样就是鸭路浆鱼 这样甩住 我家鱼豪 韩师傅是二嫂家的掌勺大厨 客人们吃到的炖鱼鱼 都出自这位高人之手 投幅的江边气温高达35摄氏度 三口大锅旁的温度更是高的离谱 四年以上的大鲤鱼放进锅 汤水的咸蛋和炉堂里的火候 都得由它亲自把控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炖出属于鸭鲁江的味道 我们在上海回来的 在上海过来的是吗 那你是听别人说这家鱼做得好吗 是听人家说的 说是上中央电视台了嘛 没有土形味 然后吧这个鱼吃得特别香 主要是就奔这个二嫂家的鱼来的 二嫂家鱼也是在咱们间 可能也是一流的 每每谈到鸭鲁江 二嫂都显得兴奋 不光是因为江边有她的事业 这条江还记录着她的童年 很小的时候长在鸭鲁江 每天哈 那个没有那个鱼池就在鸭鲁江水 喝到鸭鲁江水 在鸭鲁江洗澡抓鱼 抓了一回家哈 就搞点油脖子就吃了 二嫂赵莲英五十岁开始创业 因为她不甘心一辈子端着铁饭碗 靠水吃水 二嫂在谋划下海的时候 就瞄准了鸭鲁江 这个位置靠在鸭鲁江边 有些客人到鸭鲁江做完船 下来就吃饭 特别方便 一直都在这干 小时候长在鸭鲁江 这个饭店也在鸭鲁江这样干起来 二十年的光景 店面既已经修缮 但二嫂却从没有过 邀欢地方扩大店面的想法 每天 二嫂都会在小院里招呼着来自各地的游客 一切的辛苦和疲惫 就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挂在她嘴角上的满足 如今 已经年近七旬的二嫂 依旧守候在鸭鲁江江边 鸭鲁江畔是她的福地 无法割舍 青绿色的山鸭 墨绿色的江水 新绿色的草地 明黄色的油菜花交织在一起 色彩明快 而又富有层次 拍摄这些画面的是一群年轻人 一群都有着正当职业 只有在闲暇时才会凑到一起 端起长枪短炮 寻找美的人 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威吉安 我们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新鲜风格的 然后呢 因为你拍屯是实景这样的吧 就有可能 它是不像青瓢的 我们想融入一些生活的东西 大家可以 现在 应该更倾向于这种 这种水平 摄影可能会更多一点 我喜欢用那个大拳 就是能体现出带气势的一点东西 他喜欢呢 比较细节 特写 小脚 宛约的一点的东西 就是我俩其实创作风格 挺不一样的 每个题目 在创作的时候 我俩可能会 能争论一场时间 但是 最后可能就是 互相让一步 取一个中间的 最完美的一个 一个组合 我们也是用现有的条件 能够达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能够有什么设备 就用什么设备 比如我们要拍一个视频 我们可能投入的不太多 有的时候会需要一些道具 然后呢 也就是更多的是 借助手头上的 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 可能一片花啊 一个被子 或者甚至说 家里的一个碗 我们都会拿来用 自从注册了微信公众号 微吉安更忙了 上周 他们策划了一组 和姜有关的选题 鸭鲁江已经成为 吉安老百姓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们的生活工作 到处呢 都跟鸭鲁江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有 这种想法 能把这个鸭鲁江 和我们的生活 结合在一起 然后拍一个小视频 鸭鲁江在我心目当中 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就是大气旷波 滔滔大河的那种感觉 我想把它拍得有气势一点 完了之后呢 把鸭鲁江的 沿岸的什么特产呢 风土人情呢 这些东西传进来 更多的我的想法就是说 以鸭鲁江为背景 然后呢 以吉安人生活的 这种状态为主线 吉安人生活是比较悠闲 比较自在 无论在吉安境内的 一些景色也好 或者一些什么也好 它都离不开百姓的生活 把百姓的生活 融入进去呢 可能更能体现 这个事物的一些灵魂 灵魂所在 搞创作不同于随手拍照 争执在所难免 但无论怎样 非吉安要把心中 最美的鸭鲁江 上传到互联网上 因为航拍吧 它的角度 跟平常的拍摄角度 不一样 在航拍的时候 透过镜头 在高处向低处俯瞰 它的感觉是 一种全新的感觉 这回吧 虽然是以鸭鲁江为主体 但是呢 我们是想 让鸭鲁江呢 它作为一个背景 而且不能让它呢 作为一个主角来出现 但是它又是一个 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 光啊 开不出来 你能开始 你今天 现在这个景是写实的景 然后比如雨天 在那儿上有雾 或者有那个雨滴 对 你能拍的那种感觉 现在拍不出来 要是怕拍那种 感觉就在 混时间 或者长点 这个长点拍不出来 从眼睛上来看 它本身 它也不够那种 达到那种朦胧的那种状态 就太实了 但是看这个东西 就是很清楚 江就是江 山就是山 它 它要拍那种 效果 我想应该是 焦点应该是 跟这个江没什么关系 这个江 这个山 可能 只要它一个轮廓 主要是要填 就是前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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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 你看这段 这应该是有快 有慢的 这种节奏 然后到时候你后期 拍个音乐 什么的 也 也好拍 就是刚才采水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 节奏是比较快的 因为节奏要有变化 对 这块吧 就咱们就这样 然后咱下 换下一个点 你争取一个小时之内 拍完 下一个点呢 找个水边 然后 又带点植物了 如果能遇到一些野鸭子 或者这样的小动物 那更好 所以现在走了 好 欢迎时间 两位老师好 非常高兴能够通过我 来把咱们二位老师创作的歌曲 能够重新演一下 董立新要对 《鸭鲁江阿母亲和》 这首歌进行二度创作 特别需要词曲作者的建议 今天 董立新特意把两位老师 约到了文化馆 希望两位老师能够多提报我的意见 希望两位老师能够多提报我意见 照下一笔水 晚风荡雨河 从我们前流 是我的母亲和他 好 还伸强一点啊 慢点 看得好 这个速度不能太快 再慢点啊 再慢一点 你看最后这个高音那个 按摩和紧接的 太快了就联合了 速度上这样 也快就出来了 速度上这样 慢 所以速度再加快一点 慢一点 我就写是为了使基岩的鸭鲁匠能更美更好 就是唤起全体民众都能爱护这个水资源 现在嘛 基岩电视台把它做这个一个栏目的片头曲 这就广泛唱了 现在才两个多月 然后我想把它写成一种一种名歌的形式 完了之后呢 就是把这首歌叫给董立新来唱 因为它的声线比较优美 就是说用五声调色这种结构来写的这首歌 到副歌的时候加入了弦乐 大量的弦乐铺片 把它之后管乐 所有的这些西洋乐器全加在里面 烘托整个对母亲的这种热爱这种感觉 可以说我自己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也是包含着深情的 我只是基岩市23.6万人口当中的一员 我自己能够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母亲和鸭露江的眷恋 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投入的 如果这两位老师再次创作关于鸭露江主题的歌曲的话 我想我也是首当其冲 非常愿意为我们的家乡的音乐做一个传承 也愿意用歌声表达我们共同的情感 董立新一直从事着音乐教育工作 对自己唱的这首歌也是情有独钟 这是一节周末的音乐辅导课 董立新要把鸭露江阿母亲和交给孩子们唱 董学们 下面我们再来细选一首歌曲 鸭鲁江啊很辛苦 下面老师登记交唱一下歌曲的简报 唱歌曲的简报 这帮孩子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基本给他们一个曲谱 再加上朗诵歌词 通过读歌词 通过感受这歌词意境美 通过旋律的这种曲调的美 然后他们很快很快就会学会的 将来你最终要走出大山 但是无论你走了多远 只要我们想起这首歌 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鸭鲁江成绩 这里所住存的生物量 给鸭鲁江沿岸人民提供了生存给养 在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生命之间 河湖水系起着绵密的传输作用 文明极发端于词 放眼鸭鲁江流域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借江以外更为生动的世界 一条生动的大江 值得去沿江行走 游啊游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